第一个就是登录你的账号 账号登录之后 第二个就是按下这个上传 按下上传之后会有这么大一个区域 你可以选取 然后把桌面上面的这个影片 把它找到 影片的话我刚刚有两段 那个模仿Lady Gaga的这个影片 总共有两段 一个是01,一个是02 在这里01,02 那它允许我们怎么样呢 多选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用的是Google浏览器 可以多选 可是如果你用IE浏览器 可能不能多选 可能不能 我不确定 OK那你就直接按开启 就可以直接把它传上去 这第一个方法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比较喜欢这样 把它稍微缩小一下下 因为习惯怎么用拖拉 那如果你是用Chrome浏览器 Google浏览器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呢 把这两个选起来 直接丢进去可不可以 可以 放开也可以传上去 好没有 所以两个方法都可以 那再来的话 我是建议如果你这个影片 暂时不想公开的话 你可以变私人 因为这个是我要剪辑的 所以你可以传上去之后呢 稍微做一点点事情 一跟二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个地方 把它暂时改成什么私人的 那其实还有一个怕什么呢 怕它会辨识说你是用别人的影片 然后YouTube的话如果你公开呢 它可能会寄个通知告诉你说 你的影片呢 怎么符合第三方跟别人一样 所以它会寄个警告给你 但是基本上它好像只是一个警告 之后好像也没做任何的事情 不过尽量你就先把它改成私人的 那你的类别 你看要不要把它改一个类别 比如它是人物啦 或者诸如此类的 那里面的话呢 说明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打一个说明 看这是什么东西 那标签的话呢 这个影片的标签 我想各位也自行再把它加上去 那进阶设定 我想这部分呢 就看各位要不要再加了 录制的日期啦 影片的位置 那如果说你这个影片的位置 是在原字大选 你看要不要加个原字大选 那以后如果人家找原字大学 附近周边的影片 也会找到你这个影片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完成 因为我们这边传影片非常快 那传完影片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在那个影片管理员里面 上面有个影片管理员点一下 它就会出现这两个影片 有没有 那这两个影片呢 现在就已经传上去了 一跟二 而且呢 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状态 状态的话呢 是锁起来的 表示说呢 这两个影片 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别人是看不到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两个影片呢 合并起来 变成一个影片 重新后制的话 那第一个 我可以怎么样呢 在还没合并之前 我可不可以做编辑 可以 各位可以看到 在传上去之后 你点了影片管理员之后 有没有 影片管理之后 在旁边会有个编辑 这个是YouTube新的 所谓的云端的那个 后制的功能 它里面包含什么 强化 音轨 音轨的话就是你可以后面呢 你可以再增加你自己的声音 加上注解 加上字幕 甚至呢 你传上去的东西呢 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再把它下载下来 那传上去本来是FLV 它可以让你再重新download成MP4 因为呢 现在网路上YouTube呢 它的标准的格式就是MP4 所以 就是说YouTube 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备份 你的大量的影片的话 其实 你可以放在YouTube上面 我觉得还蛮保险的 第一个是 还蛮安全的 第二个的话呢 也可以拿来备份 因为影片其实还蛮占空间的 那你把它传上去 之后呢 你如果要做后制也可以 或者是说你要把它下载下来 也可以 因为这边有个什么 下载MP4 而且下载下来的话 基本上不会差太多 也蛮好的 所以我有很多大量的影片 比如说以前那个家里的一些 一些小朋友的那个影片 哪一天突然硬碟坏掉的话 那就麻烦了 这个所有的纪念通通不见了 所以我可以怎么办呢 把它传到YouTube上面去 而且YouTube 它现在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长度上的限制 早期会有15分钟的限制 那现在的话呢 没有了 都几乎都可以传上去 而且很大的影片都可以传上去 所以我在YouTube上面用的这个容量 已经无法估计 那像我的影片 因为我每次上课都会录音录影 所以录完你之后的话 你会把它传到YouTube上面去 那在我的那个YouTube的频道里面 目前应该放了超过一万个影片 所以目前YouTube它也没有跟我收任何的费用 那我是觉得YouTube最厉害的地方是 它不但没有给我收钱 它还要给我钱 我用它的东西 我非但没有付到任何的钱 没有任何的费用 它还会付我钱 这个是还蛮神奇 以前叫什么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对不对 你要用实用者付费嘛 可是YouTube很奇怪 它是实用者不用付费 而且还会给你钱 这个逻辑 各位可以思考看看 为什么它会给我钱呢 因为我放影片上去 有人观看 有人观看呢 它可以挂上它的广告 挂上它的广告之后的话呢 它因为它这样子 因为我的影片 让它获利了 所以它要分我钱 那这样也合理了 所以也就是说呢 将来的这一个创作 不再只是少部分的电视台的权利 或者是说几个频道的权利 或者是什么大的财团才有办法做 而是每个人都有内容 也就是说 所以你身边所有的一切 只要大家有兴趣的题材 都是有价值的 所以你要去思考说 你要怎么样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把它记录下来 并且放在YouTube上面去 那就可以帮助各位获利了 其实这也是赚钱的一种方式 莫名其妙 奇怪怎么Google寄支票给我 而且还可以兑现的 不是假的支票 那种感觉就很好了 对不对 如果你收购Google寄给你的支票 而且每个月都会来 每个月都会来 而且来的数字会越来越多 因为呢 你的影片会越做越多 而且也会激励你去做这件事情 做得更多 所以我现在我的 像我的订阅者 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这个应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办得到的 在我的YouTube的频道里面 这边 我的YouTube频道 点进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目前 我的 这是我的频道 然后最近换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跟我的粉丝的照片 因为我去演讲 他就跑到我前面说 今天终于看到那个吴老师的本尊 然后就很热情的说 我是你忠诚的订阅者 我都会看 然后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订阅人数多少 1484个 也就是我只要影片要传 我的影片如果传上去的话 就会有1484个人 他的信箱会收到我的影片连结 那他要不要看 那大家就看他自己 另外呢 我的总观看次数呢 是161万 7000多次 而且大概有60几万次 是今年度发生的 我大概估算一下 我今年初到现在10月 10月初有没有 大概9个月 我大概增加了六七十万次的观看次数 所以我估计他一年 预估他可以有100万的观看次数 所以这样的观看次数 我也自己也觉得吓一跳 有这么多人在看我的东西 感觉还真的 蛮特别的 因为就是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动作 我把上课的东西录下来 放在YouTube上面 就是会有人看 而且最近我的那个Facebook上面 也有很多人 那追踪者也有了 那我就把这个故事写在这里 就是最近翻 因为我去那个受邀到那个台北海洋技术学院做一场演讲 演讲题目是那个Enjoy的那个App 就是产业概括与那个认证 因为证照我教的蛮多的 那中常休息的时间来了一个 一位粉丝 这个粉丝呢 他是那个淡水商工 在淡水的一个高职学校 公立的高职学校 一位罗老师 然后罗老师呢 他递了名片给我看一下 他上面就是 有一个台大师工博士 然后他说 今天终于可以见到本尊 而且呢 他很佩服我的 我很印象深刻 他说 很佩服我的胸襟 我想说 我的胸襟 我就想了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他说 因为我愿意把 大量的那个 很 他认为说很 就是说质量很高的 那个上课内容 愿意把它放在网络上面 而且无私的把它放上去 他觉得说 哇这一点是 很难得的 但是我觉得是 也没有特别想 反正就想要把它放上去 那不然上课没有 这样做 没有把它录下来 不就也都 就没有了嘛 那录下来 可以分享给大家 不是一件好事吗 然后他说 他想要当高职的 吴老师 吴老师 不知道什么叫高职的吴老师 好像是说 他希望也 在高职上课的时候 可以也做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很好 那我觉得很开心 他说 我说随便录的 他说 这已经是专业级的水准 打出一个字 没有NG 那我就想说 我这件事做了七八年了 自然得心一手 刚开始七上八下很不顺 如今很上手 上课没录影反而觉得怪怪的 每一次上课跟演讲都是一些挑战 很像上了主播台 习惯怎么样呢 对不只是底下的学生 而且呢 还是什么 全华人世界对课程有兴趣的学生 所以你会觉得说 上课的话 每一次都是一次的挑战 而且内容要一次上的比一次更好 这当然是我的一个想法 不过也是可以给各位做一些激励 那当然我刚刚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说 其实YouTube的一个影响力越来越大 如果将来各位 如果要 不见得说要循规蹈矩的 就是说 比如说到公司上班 其实也是一种创业的模式 创造自己的价值的模式 另外呢 你自己的频道 如果累积一定的人数的话 基本上 也是各位履历表上面 可以留下记录的 因为将来 老板应该会看你的 一些数位的履历 所谓数位的履历 就是说你到底在 数位的 比如云端上面 你做了哪些事情 这些事情能不能影响到公司未来的 对公司有没有帮助 这也我想也是 各位 这个部分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那等一下请各位 是把那个影片 把它传上去 这个部分把它传上去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后置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